菩薩行 菩薩主要它是大悲心 compassion compassion 主要就是我們 我們的生命 不是單獨存在 都是相互因緣的存在 沒有個人獨立的存在 我們既然有這麼多人互相的因緣來支持 我們才能夠活著每天 每口呼吸 每秒鐘 所以我們可以用 一個叫做 sympathy 同情心來看世界 或者也可以用 empathy 同理心來看人間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起大悲心 我們看到有那麼多人 那麼窮 有那麼多人在生病 身體的疾病 心理的疾病 甚至現代世界 我們科技醫藥都很發達 我們身體的疾病 很多可以治療 但是心理的疾病 好像越來越困難 越來越多 我們用佛法是最究竟的 我們用佛法幫助他人 那就我們起同行心 同領心 那進一步就起大悲心 我們見到任何人 我們都想要幫助他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好處 我們在幫助他人當中 一方面 我們沒有時間煩惱自己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 我們煩惱漸漸 就減少了 因為我們都在忙著幫助他人 這是非常划算的 這是我們菩提心的意思 就是呢 在六十堂經裡面 告訴我們 就是 身是菩提術 心是明鏡台 時辭情浮事 末時惹成哀 這是呢 可以說它是一個 漸漸的修法 漸漸的修法 我們也可以漸漸的幫助自己 也可以漸漸的幫助他人 另外一個頓法 也就是 列祖大師 他親自用的 這是 菩提本無數 明鏡一飛台 叫什麼 再來是什麼 菩提本無數 明鏡一飛台 本來微物 何處的塵埃 那這是頓法 我們可以這樣觀想 我們 也就是說 我們幫助 你剛剛問菩提心 我們幫助人 但是呢 並沒有真正 讓我們幫助的對象 因為一切都是無常 impermanent 無我呢 就是non-ego 那幫助他人 是個菩薩行 然後呢 沒有自我中心 那就是一種智慧 所以 減少自我的執著 減少自己的attachment 那就是可以成長的智慧 那幫助他呢 那就是菩薩行 菩提心 可以成就 剛剛所講的就是 佛國淨土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 有菩薩行的話 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那 如果沒有發菩薩行 那就幫助自己一個人 那這樣我們的 這個修行效果 就太小太有限了 好像我們小小燈光 它也是光 但是我們太陽光也是光 它的這個quality 本質上是一樣 它的光都是light 但是它的quantity 它的量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發菩薩行的意思 要我們 不要只當一個小小的一個燈泡 我們 能夠像太陽一樣 能夠到處發光 這是菩薩行的意義 謝謝 increase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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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吸湯 吸湯